兄弟們平安 平安 很操心我們今天再次的又再聚集在這裡 剛才我們讀的這一段新聞 是從第四章的二十五集之後 第五章的第二集 那新的新我們都知道 上帝透過依述基督 他的御神愛子為你 然後有一個新的生命 可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依舊還是活在這個世界裡面 這個世界怎麼怎麼樣子 教導我們要往好的方向發展 我不說這個不好 而是可能更是這樣的 有充足我們 或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的 各式各樣的包裝過的世界的話 有時候我們可能說 我不去外面 我就不會遇見事態 但是別忘了 有時候在家裡也會遇見事態 為什麼 我們看電視節目 哎呀你買什麼 產品可以使我的身體更好 可以使我更瘦身更美 不是嗎 有人點頭 所以我們即使不去外面 在家裡一樣受受視態 受著那個媒體的引用 甚至呢 你在家裡你出去外面 更更是 你可能在你的工作職場啊 在上班啊 在你的周圍啊 你可能會遇到 你看這個圖片 這個樣的樣子 所以雖然說 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活在一個怎樣子 一個不容易的世界裡面 充滿了誘惑 充滿了虛假 充滿了謊言的一個 一個外國的裡面 那我們從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先來看他的背景 是怎麼樣子 我們看到的 比佛首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在整個要通往 亞洲跟敘利亞的一個點 那也因為是這樣子 他存在一個地中海的邊緣 所以他有呢 許多的門 有重要的馬頭 那因為有重要的馬頭 他自然成為什麼樣子 他自然成為整個海路上 一個抱 那所以我們再去思考 這個城市是怎麼樣 這個城市是有錢的城市 是富裕的城市 而且因為這樣子他所在的 那一個點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被往上面的那一個羅馬 也因為他 以佛所這個城市是這樣子 所以呢 他要去當時候的 羅馬他要去掌管 整個小亞西亞的城市 所以修選以佛所 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整個大黃金 那麼再掛 所以他是很重要的 一個城市 那我們再往 把那個 剛才是從大的方圍來看 我們再把那個圖 氛圍再 標到那個城市裡面看 我們來看他是什麼樣的 一個城市 我們看到這個城市 從地址到現在 他很注意的是什麼 他很注意的是 他有很好的劇場 或許你現在不覺得怎麼樣 可是在當時候 有這樣子的圓形劇場 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當時候在古代 他有很多的 很好的公共設施 他可能在這個劇場的北方 有體育場 或者是有行政大樓 而且在那個年代 他就有很豐富的什麼 他有很豐富的 那個疏水道的系統 在這個當中 甚至因為怎麼樣 甚至因為地震的關係 使他怎麼樣 使他這個城市建設的更好 整個的公共建設是非常好 這是他的大環境 那麼我們都會要看到 咦 這個城市的性格是什麼 這城市的性格是什麼 他們是性質的人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 在當地的一個女神 是雅底營養女女神 那個城市呢 有一個很巨大的 那個地標就是這個廟 那我們看到這個 大概就可以想像一些畫面出來 那這個女神呢 他是掌管什麼 他是掌管什麼 生產啊 或者是呢 可以使我物質豐盛 或者是家庭豐盛的 那我們在那個 史特斯卷的十九章那邊 如果很多東西 有的當中是比較知道 清文的那個 基督徒的史特斯卷的十九章那邊 有講到有一個銀匠 叫做迪姆丘 因為怎麼樣子 因為他是靠這個發達的 那因為他整個銀 或是我們說的巨型的地標之外 他各個地方都會有供奉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這個女神 所以呢 十九章 史特斯卷的十九章 那個秘密又是靠這個發達的 那邊你看保羅傳扶 因為這阻礙他的立地了 所以在那邊怎麼樣子 保羅受到這一些人聯合起來 散動那個當時候我們講的 彎源 散動那些彎源 對保羅反感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因為保羅的教導 保羅的教導 是這個城市呈現了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城市你知道 如果是信仰這樣子的神 這個城市該有的特質 你跟保羅的教導是有出入的 我們可以去聯想 就是跟保羅他要的教導是有出入的 而且去顯示出怎麼樣 顯示出當時候的經濟社會 甚至是政治的樣子 都是拒絕基督徒的 所以我們可以顯 我們可以看得出什麼 當時候他們的氛圍 其實用很簡單的一句話來講 其實不過就是 驕傲去戴著罪 同時我們也可以知道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去明白 當我所信仰的是什麼 我戴的是什麼 眼鏡的時候 我看出去的世界 我的信念 我的價值觀就是什麼 因為以佛所愛不信主的人 當時候是那樣子的信仰氛圍 甚至是已經接受基督的信仰的時候 也浸泡在聖讓人的一個氛圍 就如同我們 不僅是一樣 我們雖然是信主的這個信仰 但是我們還是在這個世界裡面 所以呢 在我們了解他這個背景大框架之後 我們就可以才明白 在二十五節或是以佛所 第四章在講新的環境 新的生活所得是什麼 就寶文教導他們什麼 從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二章 我把它整理出來 他不過就是 教你們怎樣 就是當時候的那一些 那一些已經信主的人 讓他們欺絕法 然後生氣不要生氣 生氣不要暗中 不要偷寫 用絕未慧的言語 這個是保羅對他們講的 新生活的守則 新生活的態度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想說 新生活的態度從二十五章 開始經濟經節 在上一段的石經商那邊 我看有人翻聖經很好 在上一段的那邊他講到說 你們要脫去救人 脫去什麼 脫去像外邦人 外邦人性的 性的那樣子的女女神 要脫去什麼 脫去那個死女們 使我們怎麼樣 心力昏昧 甚至是無知 或是剛毅 或是以我們心生命格局 那要穿上什麼 要穿上上帝的形象 要穿上什麼 要穿上他後面 我們這個經節的末然開講 要穿上真理的公義 他有聖經的形象在變 脫去跟穿上 好 我講得好簡單 可是有時候我們在無視界裡面 其實並不得而易 我們來看這個人 這個人是什麼人 這個人呢 這個禮拜我才知道 因為這個禮拜呢 剛好那個諾貝爾各個獎項的人出來了 那他是文學獎的一個女神獎獎 那我把它列出來的原因之一呢 還有一點用的生活者 打開電視 我們不是採英文 要不然就是挺住跟換住的話題 讓我們可以看一看不一樣 這個禮拜因為各個諾貝爾的獎項出來 這個人他是個文學獎 他是白俄羅斯人 那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他因為被 他因為擅長獨立感 然後甚至對政治有一些評判 是他的政府不太喜歡他 所以在兩天內開始就一個王 然後甚至到法國 在2011年的時候才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 那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說 要在時代當作做誠實的人 是很困難的 要在時代當作誠實的人 是很困難的 這個是我們這個世代的 女性的文學獎 那我們再把你們看 再遠一點 這個是誰 這個是在上一個世紀 上上一個世紀 大概十九世紀的 英國很有名的那個文文學獎 可能我們剛才念文文的 會知道 他的比 取了一個非常難性的喬社 艾利特 那他有很多主 他的比跟斯斯 是同一個年代的人 那他在那一個維吾利亞的時代的時候 他非常的有影響力 對人性刻畫也很深刻 但是他也講的是什麼 他也同樣的 我們這個時代的這個 女性的文學獎 講的同樣的 類似的話 說在我們世界裡面 謊言是容易的 但是我們要說什麼 或不是嗎 我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我先生常以前會跟我講說 我們可能比較長一點 年代的人在那個時候 沒有像現在這麼的 講求人權 我記得我先生那時候跟我講說 那時候全班都鬧紅紅的 很吵 但是呢 老師一來的時候 那時候鬧紅紅的 老師很生氣 結果一生氣的時候 問說 剛才誰講話 有沒有 我們知道 就都有這樣 當然誰講話 可是大家都不敢承認 又問了很久 又沒有人承認 這時候我先講 那 就好 就是我 那可是鬧紅紅的現象 怎麼有可能是他 一個人講話 不可能 但是他就 因為陳這個關係 很可能被老師撒一巴掌 因為這個一巴掌 不只是 他當然參與在其中的 鬧紅紅裡面 而且這個一巴掌 也把老師在那邊 逼問了很久 那個時間的累積 那個讓他難堪的累積 通通的灌注在他身上裡面 所以他印象非常深刻 在他求學的過程當中 他印象很深刻 但是 若沒有我們真的認識這個性能的話 你沒有辦法知道說 誒 陳師 就是為什麼可以為我們 帶來怎麼樣的好處 否則在我們的世界 也就是像這個 文學家所講的一樣 不管是現在的 不管是上下的 什麼事 事跡的 那個時候 陳師沒有辦法 給我們帶來一個好處 那其實我們從今天這個經文 我們來看 這個經文怎麼樣 你覺得他描述的是負面的嗎 其實沒有 就是說就像我們 人生的寫照一樣 就像我剛才舉的例子一樣 如果沒有上帝內住在我們的心裡的話 我們不知道誠實 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或是可以免去掉 我們什麼都 什麼樣子的 不方便 可能暫時性的 得到了利益 其實性的 但是 一個內在的 自我提升的 品格力 或是自我提升的 內在的肯定 價值感 所以我們都知道 如果人 如果離開上帝 如果他是依靠 自己的話 其實會變成一個虛妄的 但是 當 我的羞辱 我的誠實 跟上帝結合 跟上帝連結的時候 我的羞辱可能會 因為跟上帝的連結 負面 因為跟上帝連結 得到一致 甚至呢 得到建議 因為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 是什麼樣子的 有價值的 好 這個是誰 這個是十六世紀 蠻有名的 數學家 巴斯卡 巴斯卡 講了一個蠻有名的 他說 人就像你我一樣 一切的尊嚴都在我們的思想裡面 如果你的自我 一旦你自我為中心的話 就會上 上是 尊嚴 那說這句話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我們的人 就像如我一樣 飄盪來飄盪去 但是什麼 是可以我們 站立的住 不過就是我們的思想 耶 不是嗎 我們說 我們基督的信仰是什麼 我們基督的信仰是幫助我們 去認識我們自己的 原本的樣貌 你想 我們在補他好了 我想魏老師狠狠的 搶了一巴掌 用那個累積的 不論是當下抓到 當下抓到搶了一巴掌 跟累積在那邊抓 到底是誰誰誰 又沒有人願意承認 老實掛桌 那個一巴掌 施施施 但是 因為我們有 因為這個信仰幫助 認清我們自己的本相的時候 又讓我們 恢復到上帝的形象 而且這個形象 是有盼望的 同時我們也可以講說 今天這段經文 看起來好像是 我們是拜偶像的這個罪在裡面 但是其實我們也可以講的是說 甚至這一段今天這一段經文 如果我們離棄上帝 或者是我們把自己去奉為一個 偶像去高舉 把自己獻給自我的話 其實我們會受到各式各樣的 欲望去撲綁在裡面 不是嗎 不是嗎 但是還好的是什麼 還好的是 我們有機會在我們裡面 哥羅西書 之前我們介紹到 哥羅西書的背景 其實跟以弗說的背景是很相似的 但是因為耶穌基督 把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 進到暗子的國度裡面 所以使我們可以怎樣 所以我們可以白白的在祂的恩兵裡面 去得到自由 白白的在這個恩兵裡面 重新建立形象 而且在今天這個經文裡面 它要幫助我們在各式各樣困難的環境 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說 我們每一個不只是被它救贖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印記在我們的裡面 就是聖靈 我們有聖靈的幫助在我們裡面 所以當你明白說 哇 我是屬上帝的兒 而你 我內住聖靈在我裡面 你會敢隨意亂做事 你會敢隨意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嗎 我想一個被聖靈掌管的 他一定是願意為主愛惜身體的 我們可以這樣子說 那我們也去思想說 在他這一段經文裡面 他除了告訴我們 我們是受聖靈的印記之外 得福救主受聖靈的印記之外 我們還可以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 他剛才一講到說 你在那一個 在那樣子女神的氛圍底下 其實不過就是一個虛黃的世界 但是他叫我們要怎樣 說實話 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 有時候不是說實話的問題 是我們連我們講話 有時候都會傷到人 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講到 特別是跟我們越親近的人 可能容易就這樣子 就容易越親近的人 可能我們講話越直接 越容易傷害到他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這一段經文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說 我們是一個群體 我們在基督裡面 在主內是肢體 書實話 但是這樣子講 我們會想說 難道是 我像我主內的弟兄姐妹 書實話 我像非信徒的 非基督信仰的人 就可以隨意斷說話嗎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說 有時候 你可能說 傳道 我說這個話 是為了善意 可是有時候我們講 那個善意的界定 我們很難去拿捏 但是他這邊講的是什麼 他這邊講的是超過很多想的 他這邊講的說實話是 你們要在主裡面是怎麼樣子 是一個說 一個用愛心來說誠實話 是用愛裡面的實話是什麼 是一個使人彼此和睦的話 不是像我們靠近圖片的這樣子 是一個要說彼此造就努力人的話 就像我們剛才在 握手的時候 我曉得你握手的時候 你說說上帝愛你 你還說什麼 影響我剛才就對 我們美惠子指示他 今天私會 我剛才就跟他講說 哇 美惠子指示 當然我真的是 在愛裡面 是說真話的 我說哇 美惠子指示今天真是美啊 你今天是最棒的私會者 其實他這邊的說實話是 你要去在一群體裡面 使人和睦 不是嗎 我們在我們這一 雖然是我們這小群 但是神的愛 上帝新的生命 新的平衡 就從我們當中 開始散放出來 說一個可以造就人幫助人的話 可以使人和睦的話 我們再來是 在我們剛才講的 新的品格 新的生命 在這一段話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在虛亡世界裡面 有可能我們會受傷 但是他在這裡 他有強調的是什麼 他強調的是饒術 我記得我們有講過 在希臘羅馬的思想 他們認為 饒術啊 謙虛啊 這個是什麼的表現 這個是符合他們當時的思想 是諾諾的表現 但是我們想 真是這樣子嗎 有時候 你饒術人反而是 英雀 我們都知道 饒術人是英雀更大的自由 他們說怎麼樣 其實生氣他怎麼樣 生氣他具有破壞力 生氣不會使關係 不會使事情更好 甚至是更有破壞力 所以在羅馬書上的十九 十二章那邊有講到說 我們要拚平主念 不為自己深遠 有時候你在你的家庭裡面 在你的工作當中 你可能怎麼樣子 你可能是 這件事情明明是你對的 你覺得你是OK的 但是怎麼樣子 上帝所說的 有時候那個生氣 其實是怎麼樣 是使自己去使那個傻蛋 並不是對方 並不是對方讓你那個 背後的詮釋 對你的信仰 對你的靈命 甚至對你的身體 有所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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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講的 不要為惡所剩 難要以善 生惡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說 那個僑分安樂 他有講到的是 他對人性的抵察 是非常地深的 其實他也是一個基督徒 他是一個基督徒 他在他的生命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他對上帝有 其實曾經有很深的指引 但是他卻又指引 但是又是依賴兩者互相的共存 那在這個探討的過程當中 他最後發現 不過就是要你怎麼 以人愛為終相 這個思想 對上帝的愛 對人的愛 但是他媽說 對上帝的愛 其實是一點口號 其實對上帝的愛 是要展現到在愛人的身上 因為當你展現出 在愛人的身上的時候 你才會回去看見 上帝真正的愛 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才會體察到 上帝的愛 是怎麼樣子的豐富 在我們的裡面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的經句說 你要效法上帝 好像某一詞愛 我們一定要用一個 家庭的比喻的畫面來說 一個父親的比喻 父親對兒女的樣式怎麼樣子 在正常的大位下 爸爸對我們的愛 是明亮的 是溫暖的 在我們的裡面 有人點點 因為他的愛可以幫助我們 他的愛吸我們 讓我們在各式各樣的事情上面 去經歷他的恩典 以至於我們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 恩向前面的道路 因為他的愛可以幫助我們 在我們看起來 好像正面對這個大的環境 是不容易的環境 但是卻也是怎樣子 他的愛幫助我們 去勝過我們在世上所看到的景象 所遇到的事情 所以他說的 你們要效法我 你們要效法我 當我的願力 去有新的平等 新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要經歷到上帝 一步一步的帶領 我們一起通信來擋告 好 充滿 充滿此愛憐憐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事的 我們知道 愛你的方式 原來是效法你 所以我們知道 愛你的方式 是效法你 跟隨你 以至於在這個跟隨的當中 我們要去經歷你 常過高深的愛 主 謝謝你 謝謝你 每一天 用你愛的力量 幫助我們 引領我們 主 我們也向你說 感謝你 聖靈在我們裡面 可以幫助我們 勝過於這個世界 一切 不屬於你的 而因為你的 愛的力量 讓聖靈在我們裡面 可以幫助我們 使我們 活出 合理心理的樣式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要看著你 每天 不斷地透過 你的力量 以及聖靈的引導 幫助我們 塑造我們 有一個新的品德 新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 我們這樣禱告 是動作耶穌的 聖靈感恩 很魅力 謝謝主